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美联社在一年前 独家介入欧美人所吃的鱼 很可能来自东南亚的奴隶的这则报道 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环球透视当时那一篇报道 就是由于希夫者撰写的 画面和故事都相当的震撼 尤其美联社记者冒着生命的危险 黑夜暗访那些鱼船上的奴隶 几乎刺激败露的那个紧张的场面 让你有窒息的感觉 是 确实是这样 而这些珍贵的采访记录 协助解放了两千多名 被非法奴隶的缅甸 柬埔寨和辽国人 让美联社的采访团队 获得了二零一六年 普利兹公共服务新闻奖的肯定 我想补充的是 得奖的是四个女记者 她们到底做了什么 贡献了什么 为什么得到的是 普利兹公共服务奖呢 一起来分享她们的得奖喜悦 以及有待继续的 拯救现代奴隶任务 你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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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的优优优独播剧 的这些女人 掌握你的手 女人 掌握你的手 然后在手上 手上 一篇报道就能解救超过2000多名奴隶 轻轻松松拿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资奖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美联社的记者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去追踪欧美国家每年价值 数百亿美元的海产生意 家家户户都在吃了鱼 是否存在残忍奴役劳工的问题 结果他们按线索追踪到东南亚 追踪到将大本营设立在印尼偏远海岛 本吉纳小岛上的一家海产公司 怀疑他们涉及奴役劳工 为了了解真相 记者在深夜冒险接近捕鱼船 听到了劳工的哭诉 捕鱼业者是否真的把他们当成了奴隶 美联设计者他组本吉纳岛看到的情形 成了后来震撼国际的画面 被囚禁的他揭露了缅甸客工 被拐骗到偏远小岛无法逃生 被强迫为奴隶 出海捕鱼不知温饱 受不住风寒 生病就只能等死的残酷现实 画面不会骗人 本吉纳岛上有无数缅甸劳工死亡的标记 他们活着是奴隶没有希望 死了也无法回家 美联社深入采访 发现捕鱼业者让被奴役的劳工持假身份证 避免他们的身世被人追查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记者追踪发现这些捕鱼船 将他们在印尼海域捕捞到的鱼 运到泰国贩卖 再由泰国批发到世界各地 欧美国家不少海鲜大企业 都有收购这些压榨奴隶鲜血换来的海鲜 在这些丑闻被揭露出来之前 美联社曾询问美国渔业协会 是否应该罢买染上奴隶鲜血的鱼 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人们就说是检查 他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不去买海鲜 如果你们不去买海鲜 你不仅仅会讨论 你没有关系 只能够有其他方法 你不 challenging 或许美国官员说的有理 改革需要时间 但是拯救奴隶却刻不容缓 美联社在进一步揭发奴隶事件之前 联络了国际移民组织 联合印尼政府拯救出本吉纳岛上 曾经接受采访的缅甸籍奴隶 确保他们生命不受威胁之后 美联市的去年3月25号 公开了这场耗时超过一年的调查报道 引起国际轰动 迫使印尼和泰国渔业进行改革 美联社的报道获得了普利兹奖的肯定 迫使印尼和泰国政府 更严厉地监督海产业压榨劳工的问题 过去一年 他们解救了数千名被当成奴隶的缅甸 柬埔寨 辽国劳工 不过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被奴役的劳工 正等待被援救